字幕志愿者 不穿苦的民众党是不是该站出来承认说 对啦我们就是没穿裤子 那至于国民党的部分赵绍康他的脸书发文 他说副手在选举的过程中 角色真的是很坏做的 又不能够锋芒太露 抢走了主帅的风头 然后他还讲说如果是我自己来算的位置 这个选举一定是非常的精彩 赵绍康现在是在嫌主帅侯友宇太弱吗 还有侯友宇在昨天受访的时候 以及包括他在脸书上面的感谢名单 哎呀漏了谁 大家怎么每次都要这样 都会放大去看 又漏掉了韩国瑜 那是在趁机怪韩国瑜浮选不利吗 那说到了新国会 谁来当立院龙头 民众党出招说 先来谈国会改革 再来谈谁要跟谁配 不过民众党只有八席 八席有这么大吗 国会有52席的国民党 有51席的民进党 需要被民众党情绪勒索吗 前立委沈副雄他就警告国民党 他说柯文哲一定会算 那民进党呢 其实现在已经有感受到 那一股压力了 只是呢 他的感觉是 国民党怎么会感觉 那还有一件夸张的事情 是挺可网红 包括可妈 包括馆长 都还没有走出 柯文哲败选的阴霾吗 怎么还在质疑说 做票 柯文哲如果认为有做票 你去打 你去减击吗 那选举都已经落幕了 柯文哲要这样子默不作声 然后要做事 柯粉的谣言 继续制造对立吗 好开始我们更多讨论之前 先来介绍来宾首先欢迎的是 政治评委员王益川 大家好 接着呢我们觉得非常心疼 在选战过程中也很努力的 民党立委林静怡 大家好大家好 还有支持美田陈东好 大家好 左手边呢是浮选非常卖力的 立委林昌佐 大家好大家好 还有网络评员家温朗东 大家好 接着欢迎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明贤 大家好 我先请教益川哥 因为选举落幕了 然后有很多的各式各样的检讨的声量 不过也有人不检讨了 不过我们先来看到的是 国民党的状况是怎么样 赵少康写了一篇 他的副图叫做 参选副总统的旌旗之旅 然后他讲说 这个过程他早就已经跟 和尾鱼祝贵虾 一定有人会想办法挑拨我们 然后讲什么功高正主 讲什么阿渡 讲什么傀儡 这些东西 所以他有特别提到说 我是副首 在选战过程中角色很难扮演 我又不能什么都不做 又不能做得太积极 还不能跟主帅的意见不一样 如果是我自己来算 我们就大开大合 挥洒自如 一定比当副首更能够发挥 然后这选举的过程 一定也好看很多 现在既不能不努力争取选票 然后又不能锋芒太肉 抢了主帅的风头 当副首参选 比自己选真的难上了 十倍不止 所以他感觉还是他来算 搞不好成绩更好 那这不就是在偷臭侯友宜吗 那还有一个部分 是侯友宜有关 侯友宜他发了一个脸书 大家安安 然后这个结果是因为我个人努力不够 一切都怪我 可是他也有一些感谢的人 那在感谢过程中 大家又再来 你感谢了赵首康 感谢朱立伦 连马英九 选前那个相信习近平 你也都感谢了 也感谢王金平 吴伯雄 肖万长等等 怎么又没有感谢韩国瑜 这个部分又被挑起来 来再次的点破 那些网友想说 没有啦 那就是一比一嘛 韩国瑜在选的时候 侯友宜不给力 那就是minus one 那现在换成是侯友宜在选的时候 韩国瑜不给力 那就是一比一平手嘛 你会怎么样来看 他写 就是赵少康写这一篇 跟韩国瑜写这一篇 有什么特殊的用意 侯友宜这一篇 他主要感谢赵少康跟朱立伦 其他后面都在拜公母 点缀 对啦 那都是因为都大佬 都做过党主席 没啥拍摄 就点点点 后面的都不用看 可是漏掉韩国瑜这一日 我觉得是条康的 他今天有解释 他今天有解释说 不是啦 我那一天 最后就开票那天晚上 我有特别提 我们的区域立委跟部分区立委 也都有帮忙 韩国瑜 柯智恩 谢龙介 等 他就不会只讲韩国瑜 因为我们要丟到问他 韩国瑜 他丟到谢龙介 叫柯智恩出来 老条就老条 没关系 我们是 侯友宜这些人也算有情有意 有恩报仇 有仇报仇 没有恩当然不会报恩 这就是他 第一 赵少康下去批 赵少康如果你那么强 当时国民党在总统提名 你为什么没有参加 你就参加了 你就民调输给侯友宜了 连侯友宜就输 你都在说的有没有 对不对 你现在出来算 你讲的那些 我当副手不能怎样怎样 萧美琴有抱怨吗 以前萧万常有抱怨吗 吴敦毅 吴敦毅有抱怨吗 宋楚瑜 连宋佩有抱怨吗 对不对 这一些事情 你当副手就是当副手 你这个被提名的第一天 我知道你有讲 你说我副总统要当总统来选 然后开始的一个礼拜 每天刚才说的有没有 讲一堆政策 各位记得吗 后来就跟侯友宜有冲突 后来赵烧康就很少讲政策 他完全变一个攻击手 所以他那个时候就 应该是有被这个 伙伴的人说 你做副总统不要多乱讲 要说这些把我们侯友宜的政策 先背好 不要在那边乱讲 所以他就觉得很别扭 然后又没事 又去弄了什么 辞掉中广董事长 又去弄笑 搞到这样子 他当然心情不好 那我是建议这样 赵烧康你就 这个2028 跟你选 你表演是就说 选总统是什么型 侯友宜看 2028 还有四年 好好准备 然后表现的时候 他好像今年72岁的 对不对 政府没有整天 整个月都给他选 那拜登76岁还在选 你在当 你在选副手 你就做选副手的责任 不然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当时侯友宜提名 你完全没有互补 完全没有互补 当时赖清德提名 萧美琴 大家都帮萧美琴 列出了一堆 萧美琴可以跟赖清德 互补的条件 可是我们好像列不出 赵烧康跟侯友宜 互补的条件 有可能只有一个 叫做口才 可能跟口才 跟赵烧康 跟侯友宜有互补 所以基本上侯友宜 赵烧康本来就不是一个 秤职的副手 赵烧康本来就应该是选总统 怎么会去当侯友宜的副手 这个就是当时提名侯友宜 提名赵烧康最大的错误 好来 东豪哥我要请教 我还是进一步 从赵烧康的这一篇来看起 因为除了他说 他自己来算 会更好 他其实还有点到别的部分 比方向是什么呢 他说民调 赵烧跟侯友宜选前 封关前 因为封关后就扛起来 因为我们知道 私底下还是有一些在流传 但是在这之前 他说大概都是3%左右 咬得非常的紧 那柯迎配都是老三 有差距 最后几天因为 不能公开的情况之下 在网路在抖音 几千个假账号 不断的大量放送 播出假民调 说柯文哲不是第一 就是很接近第一 令人大开眼界 那他当然也是后面在讲说 政府怎么都没有灌 这是怎么灌 那重点他要讲的是说 柯文哲阵营 他们其实有释出 很大量的就是说 我们已经在第一的路上 好 好 好 现在是我们柯迎配的天下 这个有造成渲染性吗 这个挺麻烦的 因为我们为什么会民调 会有10天的冷冻 共关民调 是因为马英九 2000年的三国演誉 阿扁 连赞宋楚瑜 那个时候 那时候马英九是 应该是总干事吧 台北市市长 连赞的吧 我记得在投票前一天 还是前两天吧 还是前一天 他公布了一个民调 是连赞赢宋楚瑜 不是一个民调 是很多个民调 我只记得那一个 因为我们后来才会 才会有这个10天的冷冻期 其实我觉得这次的民调 不用看得那么严肃 民调不用看那么严肃 为什么这么讲 投票出来的结果 赞清德赢侯友宜 91万 侯友宜赢柯文哲 98还99万 快100万票 没有 哪怕那个民调 是内参拿来做宣传的 你说他假民调也可以 没有一份民调 可以一次影响 5到7%的 那这种民调 就是拿来巩固 自己的自我宣传 那你如果要怪罪说 都是民调 像柯文哲 你未来一定有机会 看到柯文哲跟吴子佳 两边继续死杀 因为他们两边 恩怨庆祝还没演完 会继续 从网路站到电视节目 还会继续 友台的节目 还会继续打 可是他会改变 你的现实状况吗 不会 你就是不断地累积仇恨 互相仇恨 对柯文哲来讲 你要想的是 其实柯文哲的得票 后来比运行中来都好 那在封关民调 其实所有的民调 不管包括联合报 联合报后来的 那个得票率的预测 那个是准到不行 很准 联合报非常准 戴利安是区间 联合报那个 我看到的是没有区间 我补充一下 因为我们在看 民调的时候 我们看到都是 他公布的数字 对不对 可是他还会去换算说 投票行为 那换算投票行为之后 就这个以上的这几间 是网友整理的表格 有联合报 TVBS 风颤 台湾民意基金会 汇流 三立 还有林传媒 中华亚太 他这里弄成绿色是 他觉得比较接近 他把它往上排 然后下面有几间 我这边有打勾的三个 这三个 它失真的比较明显 跟人家比较不一样 你看 这个赖销是39 然后猴是27 可是柯是32 这一间我们往这边来看 这是QuickSeek 它其实是四花加手机 然后再来看 民众党的内参民调 我说赖销33 然后那个侯康32 柯文哲33.42 就是他们讲说 很接近 很接近 不分宣制 那刮起来 我直接跟你讲 就是说因为 因为是黄三三公布的 如果连上一次台北市市长选举 黄三三又有两次记录 那这个也一个麻烦 为什么我一方面 我不会把民调 自我宣传的民调 我不会看得太重 可是它会有一个隐忧 那再下一次 黄三三如果再站出来 公布民调 你会相信它吗 有人会相信啊 那就是同文城而已 对啊 好 那我直接跟你讲 你光靠同文城 你不会赢 政党存在的目的 最后还是取得政权 不管是地方政权 或者是中央政权 国会 你就是要取得席次 一次两次 你的公信度会下降 没有一份民调那么伟大 说一份民调改变选举 可是你用民调 让自己的支持者 在选前不要崩盘 我可以理解 可是你如果每一次都差距太大的时候 一次两次 到第三次 你会 人家会不相信 因为 2026年我们很可能很有机会看到 黄山山在台北市又出现啊 如果他在做这同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会相信吗 那如果是民众党 公布2026年 投票前的 县市长民调的时候 你会相信吗 好 但是还是一件事情 回归到一个 就是说 那你要用民调 作为自己推卸 败选的责任吗 其实选举结束了 你要赢得的 还是大家的信任 那你的信任永远留在同温层 没有意义 你没有扩张性 一个不小心你要萎缩 我讲这句话 不只是在讲柯文哲他们 对蓝绿政党都一样 没有使盯着自己同温层的人 比较容易胜选 还有因为民调这事情 衍生出来 网络上的互相出征 比较不会出征别人的那一方面 比较容易胜选 出征的结果 你很嗨 就是把一些选票推走了吗 对 你只会自嗨 会出征别人就是你焦虑 或者有一些舍不得流量 但是你只会害到你所属的 或者你想支持的人 那静怡委员 你自己的选战经验 因为其实这一次 我们觉得你那区是什么科学 不理哥 长期就结构来看 我们也知道说 你那一区其实蛮困难的 对不对 那我先简单的跟大家来分享 那个票数是这样 薄维在选的那一次 差五千多票 赢过来 这个是薄维胜选 那后来就是他们又发动罢免 如果你来保存的时候 这个票你赢七千多票 对不对 快八千票 那在这一次呢 这一次变这一 他有把他的盘 撑上去是不是 对 因为你看这个已经是 这应该变变变变 他只有十万七 这一次他冲到了十一万八 那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因素呢 这一次当然因素非常多 那我第一个我先回应一下 刚刚东豪哥讲的 我也认为说同温层效应 现在是一个未来我们很 要非常注意怎么打破的问题 因为现在的社群媒体的分众 会让你根本上看不到逸温层的人 除非逸温层跑来跟你出征 开始有命 好像我自己刷 好像一片祥和 对 你不知道逸温层的人看到的是 跟你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你也去不了那里 其实你说你故意要去看 不太容易 因为现在数位的资讯 他在演算法里面 你就看不太到逸温层 那逸温层来 比方说到别人的这个 到别人逸温层那边去留言 其实那种也没办法 因为那种基本上来讲 是没有办法沟通了 比方说像我的粉专 大家也知道我粉专 就会有一些直接跑来 他就是直接挑衅也好 或者是说 他某些留言你就知道 这个你就算我提再多资料 他也不会看 他也不会接受 那已经不是一个 愿意跟你讨论的状态 所以我也认为说 在未来两三年的期间 现在的 接下来的德政府 他要去处理这个事情 也就是说 你要如何去解决 你自己的政党 面对逸温层 你接触不到 以及外面逸温层 你说非常极端的 没有办法接受 可是中间那一批 有没有办法 至少把人捞回来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二个重要 就是刚刚提到的说 当然以我的选区来讲 我认为这一次蓝白河的状况 就是在立委的蓝白河 完全出乎我们的想象 我们现实上本身在之前 我们选到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 也有人提醒我 他说你的选区 接下来因为 柯文哲他们大概全台湾有 区域立委大概只有实习 就是说所谓民众党提名 只有实习 那其他的地方 大概就是看是不是蓝白河 那我们那时候都开玩笑说 我隔壁选区 蔡奇昌那边是蓝白河示范区 因为那区是很明显 国民党没有提名 然后是提名民众党 而且卢秀人去帮他站台 那我的选区蓝白河之前都非常隐晦 就是说柯文哲主席跟这个岩家 都是巧遇嘛 巧遇 拜庙啊 那补选那次的巧遇 我们认为没有发生什么效果 补选那次的巧遇其实效果不大 但这一次我们以选举的结果来看的话 我必须说蓝白河在立委的选举里面 发生了非常大的效益 而这个效益是我们没有预估到的 那你就是我那时候在选前 我评估就是 我认为即使这个 回来投票给柯文哲的年轻人 理论上来说 他在我跟颜宽衡之间 应该还是有个差距 但是以后来这次在我们台中 其他委员们 还有我这边的选举结果来看 我觉得现在的状况是 年轻人这边在选择柯文哲的同事 直接放弃民进党 就是他们可能也因为被讲久了 也觉得下架民进党无所谓 或是讨厌民进党会被 讨厌民进党的反应远远的超过他们对于国民党的讨厌 就是说我原来的评估是对年轻世代 我认为年轻世代是因为这整个社群媒体 尤其是像柯文哲民众党的社群媒体的运作里面 他们会对执政党 就是民进党他们会采取一个不太喜欢的状态 那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你会感受到 在所有民调里面29岁以下 30岁以下大概都是对于 国民党是不能接受的嘛 所以我本来的评估是 他们不会投给国民党 可是他有点讨厌民进党 那当他没有人可以挑的时候 民进党跟国民党他可能会挑民进党 我那时候的原来选前评估是这样 那以后来选完的结果我想 第一个当然是说我还是得说 选举除了网络上吵架 因为我现在在看大家网络上吵架 我都觉得我们选过区域就知道 你在网络上吵到翻 那个留言两千则怎么吵 你都不会撼动地方的阿公阿嬤 地方阿公阿嬤那个东西 完全不是你在网络上吵 那都吵的啦 根深蒂固 那不是你在网络上插牙 别人就有效的啦 甚至你在网络上吵翻了某一个议题 像我知道我们以前也在待过所谓进步圈 网络上吵翻了 这件事情绝对不能怎样 那太落伍了怎么样 那些议题在地方根本没有人在听 根本没有人在听 就是以北部的媒体在讲的那些 反性贫的啦 性别不友善的啦 歧视同志的啦 这种言论吵翻 再怎么吵翻 甚至国家认同议题吵到翻 你在地方上的所有的长辈们 完全没有听到这个东西 他们没有来看这个的 他那个都是地方装脚 装脚 林长里长或者是认识的团体组织的头 给他谁的文宣告诉他这个人好 意见领袖 叫你投谁你就投谁 那个地方的意见领袖 完全跟我们北部的那个类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那个东西是 这次选举我必须说 当然我们在年轻人对于民进党的反感度极高 高到他们认为柯文哲跟谁站在一起就投给谁 这是民进党非常大的一个警选 我补充一下因为静宇那一区 其实不只是静宇整个台中的那个投票率超高的 你知道静宇的中二选区投票率75.35 对 你知道小英小英那次选举2020才是74.9 817那次 就表示严加充分地方动员 而且我还在等于说年轻人选票好掉 然后再加上年轻人选 就是我们通常以前在这次选举之前 我们地方的所有的干部都会讲 投票率冲高 投票率冲高 基本上年轻人会投给民进党 我们就会胜选 结果不是 结果完全超过你们想象 在投票当天下午4点出头 我们地方主委打给我 投票率很高放心 然后我们看到选票全部傻眼 所以这是民进党 我觉得就像昨天义川大哥讲的 这是民进党必须去面对的危机 也就是我们以前评估 年轻人已经完全放弃国民党了 可是在蓝白河的情况之下 我常开玩笑半开玩笑说 基本上柯文哲的主席像是教主 基本上现在年轻人的状况 有点是教主告诉你民进党很烂 他们完全相信 所以这是一个民进党在 我觉得不是什么 未来四年或未来两年 没有 民进党在半年到一年之内 必须要尽快的把这个态度调整回来 你现在不跟年轻人这边 再建立出一个可以沟通的管道的话 那接下来我觉得在下一次的地方 县市选举会非常的糟 那地方选举糟 连带会影响到你的全国性选举 因为像这一次台中跟桃园 我还是得说台中跟桃园 除了蓝白河的问题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执政县市的县市资源 他要做给谁人 他让人有感觉 那地方县市首长动员了地方的人 来参加开工说明会 参加完工的庆祝活动 然后他拉了一个人说 这是他做的 我就问 这些被找来的地方 不论林长也好 就是有空来参加 一般平常是有空来参加 都不是年轻人嘛 一定是65岁以上 65岁以上的这些阿公阿嬷坐在哪里 市长叫我来参加 我盖一个小礼物回去 市长告诉我 这个人做的 我当然想说是他做的 这是地方执政县市 所以以前我知道在政治宣传厂 常会有说我们有钟摆效应 这次选输了 下次就赢回来 没有这种事了 完全没有这种事 你如果没有在每一次都 踩到油门踩到底 绝对没有什么 这次输了 下次赢回来这种事 所以我就有疑问了 那沟通平台要用什么 因为脸书我们知道说 他多数都是同温层嘛 那你如果说要经营YT频道 益川哥是不是在考虑了 对不对 规划中 规划中 可是YT频道就是 我真的有幸福 我才来看 对吧 我不知道他的那个扩散性 会是怎么样一个跑 那我们刚刚也讲 赵超康也感受到说 柯文哲他们的影响性 就是他透过抖音 抖音的那一块 那朗东我请教 那抖音 如果包括民航立委 是不是也可以回应 就是说如果是抖音这一块 你们要经营吗 那如果要经营的话 有没有风险呢 那如果不经营的话 你们有什么地方可以出去 把你们流失的选票 再找回来呢 来 朗东 对啊 走进第一个问题 是政治以外的会鼓吹 很多高风险的一些行为 例如说去什么烧家乐福 然后怎么样去玩火 有一些错误示范的 他会有很多 因为你只要做一些高风险 行为上面流量就很高 很多新年人他就觉得说 我被鼓励了 所以他会去做一些很扯 在马路上面的一些危险行为等等 会造成公共安全 甚至一些鼓励犯罪 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是第一个严重的一个影响 第二个其实在美国很多研究中 就发现说抖音有资料 外泄的这个状况 他会收集用户的个资 然后这个个资 不是抖音的高层 是连基层员工都可以拿到 你使用的一个个资 而且会发现的是说 他现在还要 你要玩抖音的时候 他要你输入iPhone的密码 为什么要iPhone密码 因为他破解不了 所以要你用户自行输入 那所以变成我的手机 也可能因为我 安卓的话早就可以破解 所以他就觉得没差 他已经可以拿到 因此你的一些定位 你在哪里 你跟谁是朋友 他都掌握这数据 全部传给中国 你再说一遍 就是我如果下载抖音 他会有一个画面说 请你输入你的iPhone密码 是抖音的界面 那我不输入我就不能用 对 他会限制你 我输入他就知道我的密码 对 没错 你用了吗 还好吗 然后抖音目前的状况是说 你如果有一些是反中的 抗中的 他不会直接把你定掉 他给你流量先养起来 然后等到时间到的时候 再直接砍你的账号 或是限你的流量 无形无中之间 他赚到一些人去用 因为最后来讲 其高用户度越多越好 但是最后主导权在谁手上 在中国手上 其实现在更凶的是小红书 好多朋友都在用小红书 小红书跟抖音还有共同点是说 他们放了非常多中国的帅哥 美女 美食的这些影片 然后他不会直接告诉你 共产党很好 因为讲不过去会硬拗 但是他会告诉你说 中国很多美女帅哥 很多流行歌曲 然后在路边那边唱歌 然后放一个美女那边唱 然后让你会觉得很有亲切感 美好 这些影片或者是一些造谣的 蓝营的一些错误的资讯 对外交国防的诋毁 抖音先做出来之后 他们有些这些蓝营的人呢 就下载之后呢 在line群组里面再转发 我再补一个 然后像抖音对妈妈们都好用 或者是小红书 抖音我以为是比较年轻人 所以妈妈们也好用 教你做菜啊 教菜 而且教得很好哦 然后小红书是这样 有事就问小红书你 他做一道菜不会不知道怎么做 对不对 你写一写丢上去 他就会跑出来 所以他是很生活面的 可是民进党经营这一块 我觉得应该不会多久 就会被砍账号 对啊 现在资讯站专家沈博昌 他是建议说让抖音 所有的公司都一视同仁了 是说先让他在台湾落地 你必须要把在台湾设立分公司 设立分公司之后 我们就有法规可以直接去管他 例如说如果有假账号或者是有诽谤 造谣的话 那就是他又必须要提供给中华民国 台湾政府的一个个资 让我们去查到哪些人去犯罪 因为抖音这个问题 其实已经造成了这个整个绿营基层 非常大的这个焦虑感 就我们都很少看 可是蓝营都一直在看 而且看那座谣言 我们足科的那一批 全部都是小红书加抖音 对 然后宅男看妹妹 年轻的夫妻看 从小红书里面找育婴资料 然后女生看美妆 对 而且你知道小红书在美妆这块 超级强 我觉得社会沟通非常的重要 要形成一个共识是说 这个已经是中国 他进行资讯作战 一个很主要的这个媒介 所以接下来的新的立愿 或者是行政院都需要认真思考 我觉得不只是自己 关起门来管制 因为这个是欧洲美国 他澳洲大家都在讨论 今天要怎么办 所以现在这整个立法 怎么样去面对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应该积极参与 然后告诉他们说 台湾现在面对的问题 因为其他国家目前面对的 不完全是这个政治性的 这个介入选举的事情 他们可能就是刚才讲说 还在收集资讯的阶段 但是我们会有那种先养一个 反中抗中的一个网红以后 然后再把你处理掉 但用户都弄进来了 这一种比较细致的处理 这个是其他国家 目前不一定有面对到的 这个我觉得我们要积极的参与国际 建立一个国际的体制 来一起规范抖音的过程 小红是会打败抖音 所以一定要先研究 所以应该是一整套的一个机制 像最近最明确的一个例子 我把它补充完 不好意思 就是爱丽莎莎去转说 所谓作票影片 就是抖音先开始有的 抖音先提供了素材之后 让台湾的网红 在他们的IG 在脸书上面去转发 所产生的非常大的影响力 到现在还有几十万 可能柯粉还觉得说 这次的结果 柯文哲的票都被作票做掉了 那你光是这样影响选举的一个公正性的 一个信任度 就会对台湾民主 整个信心产生的这个影响 这个我其实想要再回过头 刚好朗东讲到这边 大家会不会觉得蛮奇怪的 就是说现在 当然选举的过程 赖清德第一名 然后这个侯友宜第二名 柯文哲第三名 那赖清德这边 大家现在开始在讨论 民进党我们这边就在讲说 年轻票的部分 我们要怎么争取回来 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是不是在选举过程里面 大家都各自想办法去努力争取 那昨天佩毅也有讲 其实老实说不要看说 吴佩毅他这一群 包括佩毅阿苗这些年轻人 好像本来年轻票就会比较多 昨天佩毅好像有讲到 我们在大概11月12月的时候 我们20到30 30到40都还输对方 我们都第三名 我们到最后12月 包括大家有看到什么 我们办未来专场 然后针对年轻人一直强攻 打到最后的封关民调 前面的时候才20到40 吴佩毅变第一名 我们整个网上爬了 大概7 8% 这个是在都位区才能做 如果我们同样这一套 我到静怡那一边 我好多 我们办那个是谁要来看 所以我们都是个别 大家各自想办法怎么办 那这个到底在整个选战过程 以及未来这几年的 这个执政过程 要怎么跟年轻人 建立一个固定的沟通 这个要想 这个我们现在在想 对不对 侯友宜我们也看到 这个国民党阵营 有各种放炮 内部啊 不管说是为了自己 还是真的希望国民党好 至少有不一样的声音 现在柯文哲这边 一开始去洗黄珊珊的板 是蓝营去 他们的信徒 他们的信徒 有要反 第三名没有人检讨 他们都觉得他们会赢的 尤其统神打得好凶 对 就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都外面的 他们里面有没有干部开始 讲对教主不一样的话 没有啊 因为他们都说要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嘛 他们不是面对教主 他们是面对教主下面的 他们面对坐票 问题是别人 一定 教主一定是赢的 然后可能第三名 怎么会说第一名开始检讨 第二名也检讨 第三名检讨别人 第三名说是别人坐票 第三名不去讨论说 当初的民调 为什么会有这种假的 为什么会大家一直洗 然后大家都壮忽 这个很亢奋 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很奇怪的现象 因为说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的也是他们 说要科学物实理性 也是他们 然后说是新政治 好像这个应该公开透明 所以你们里面 到底谁放这种假民调 网军谁下的 误导你们自己的支持者 这个没有人讲 这是我们在讲 怎么会有 怎么会有一个强调 要面对问题的选后 结果是第三名 掉下位 没有人出来检讨 但是这件事情很麻烦 是说对年轻人 理论上我们在台湾 过去这20年 对台湾年轻人的教育 是希望年轻人 采取批判性的思考 所以我之前我也常讲 民进党因为我们一直倾向 希望我们跟我们比较 进步多元的价值对话 所以民进党 常常选举很辛苦 是因为我们面对到年轻人 他是批判性思考的时候 民进党的批判性 不足的情况之下 会被批评得很惨 所以当然民进党在这边 我们还是希望 能够用这个价值 希望年轻人保持批判性 那我们在被批判的时候 赶快检讨我们自己 问题是说 假设这个逻辑成立 那就像刚刚Freddy讲的 那年轻人所支持的政党 现在是多数年轻人 所支持的民众党 这一边的年轻人 他们一边认为 自己是批判性思考 而且受过批判性思考 教育的一群年轻人 他们在思考的过程 以及他们对于 他们所看到的事实 基本上你会发现 他们眼睛所看进去的东西 已经是一个凹凸镜的状态 这是我觉得我们在讲教育 以及我们在医疗上面 在谈心理认知 我觉得蛮危险的一件事了 也就是说 你长期所看的扭曲的状况之下 你最后的认知状况出现扭曲 什么时候能够再把它转回来 因为像刚刚讲 民进党一定要检讨 我们站在民进党立场 一直要强调我们一定要检讨 没有什么好说 我们选的怎么样 一定要检讨 国民党也在检讨 国民党不论以前 他们习惯上面会去 对他们的主席 或对谁检讨 没有关系 总之就是检讨 现在问题是两个 会检讨的政党 没有啦 因为国民党的检讨的部分 我现在还 他们有不同的 不是我都还停留在一个 就是领导出来讲说 倒是黄散散的错 他们会对于 国民党检讨会对于特定的人 对啦 不然还是小啦 他们会对于特定人 这只有一两个 可是现在麻烦是说 以民众党这边 我们所认为 决定台湾未来 每次选举 很关键的一群年轻选票 他在认知上面 竟然是采取 即使有非常明确的证据 他们都采取 不接受的状态 那一直不断地 被用阴谋论来看待 所有正常运作的世界的时候 我认为 这是台湾很大的危险 所以我补充 最后一件事情 刚朗东在讲 对于数位媒体的管理 或者是相关规范也好 为什么我自己 即使我的选举很艰困 我还是一直强调 我们之前讲的 那个数位社群管理 应有的法规 我们在前两年 因为说那时候才 国发会才刚开公听会 说要做数位 这个所谓数位中介法 就被轰到没办法修 可是你还是得 趁现在你还是得花时间 跟民众来沟通说 你不论是 你用一个社群媒体 突然之间被锁掉账号 不知道为什么被锁掉 一个文章突然之间被锁掉 甚至我也知道说 很多在用脸书的朋友们 他连死掉的死都要用四来取代 对 也就是你说我们是 为了保障言论自由 所以我们不要相关法规 我们要言论自由 这是民众党现在遇到的问题 你看这几天 唯一有声量的叫黄柏昌 柯文哲呢 柯文哲没有用 柯文哲在这一场死里头 没效了 没人要串起来 没人要说